看起来已经不知道是谁在吓谁了 马祖有一名高中男生 他在网制上写了 金门根本就没有正妹 还说他们大概是被炮弹打到毁容 没想到这两句玩笑话 竟然造成全世界的金门网友 寻起围剿 还发起了人肉搜索的活动 终于找到了这个高中生 吓得他是马上就关闭网制 也为自己的失言赶快道歉 看清楚 只不过在网制上的一两句话 竟然就这样引发了网路上的金马大战 这是马祖高中一名高任男生的生活日记 他说金门根本就没正妹 马祖人才算是真的狼才女貌 还说金门人大概是被炮弹打到毁容了 让金门人看了很不识滋味 他得罪到很多人 马上应该这样做 蛮生气的吧 对啊 因为讲得有点过分 那样子还敢骂我们 对啊 加摸的良心这么近 金门的女生都有话说 因为他们不只对自己有自信 随便举个艺人胡青文 拍广告为商品代言样样OK 他就是金门美女的代表 一炮弹打到还那么帅耶 不容易 他是说正妹不是说男的 我们男生 对啊 你不觉得我们家很幸福吗 有那么多美女 对不对 金门的网友很生气 不只在网络上直接开骂 炮生龙龙 还发动人肉搜索 让这一位失言人祸的高中生 立刻在网织上道歉 只说是一句玩笑话 真的对不起 还把网织给关了 希望能够尽快平息这场风波 请不吝点赞订阅